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罗杰杜比品牌好友 罗静先生有请 欢迎罗静先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今天也是品牌与您的首顾合作 但我们也很好奇 在您眼中您是如何解决罗杰杜比这个品牌 又是哪一边最为吸引您 像你刚刚所说的一样 其实是我第一次跟罗杰比品合作 最幸运的是我也姓罗 首先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 能够接受到罗杰比品的邀请 其实在我预想当中 罗杰比品是一个追求极致 而且大胆追求卓越的一个高级万表品牌 也非常的有个性 我刚才在下面听说 如果人也跟我聊到 罗杰比品用了七年的时间 就为了研发一块万表的机芯 所以我非常欣赏这种 用匠心肤僻来突破自我挑战期限 而且能够不断地去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成功您所要人生中能有多少个新年 那么这十年的时间用来只是为了打工 一款机芯其实是时间对于艺术的最好的配色 那我注意到呢今天罗杰连了一枚罗杰逗笔的精美实际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款作品来配戴 这是一款自动商链楼红漫表表 楼红漫表非常有个性 其实之前我也见到过一些楼红漫表 但是真的没有见到说可以直接同份透过去 能够看到自己的事情 对因为越干净的东西越难越简单的东西 自拍短的视频生长动了就好 就再拉长一点再拉长一点 然后让大家近距离看一看他 因为我平时生活当中带这样的问题不太多 所以对今天呢我来的也是来突破自己的 好那么突破自我呢 这是罗杰逗笔一直所倡导的品牌理念 我们所谓人生就是要在我们短暂的这些生涯里 不尽地去探索我们无限的可能 那刚刚罗杰逗笔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那今天我们的展览的主题呢 叫做卓绝机械 桀骜之城 那您又是如何来看待罗杰逗笔与超跑 以及赛事运动领域这样的超卓联盟 跨界合作 这事我是做过 刚刚聊到说 罗杰逗笔其实首先一点 我特别喜欢它有这种精湛的传统 制表公益 同时能够有创新的合作 就是比如说跟超跑的合作 我也看到了 有些款式的表 它的表的背面 透明的这个表盖上 还依然会有一些超跑的领域的设计呀 包括在表的对表的领域 表的内部 会有一些超跑发动机的一些灵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人在一生当中 在这个追求自己的人生也好 还是说我们作为男生 特别喜欢这个急速的追求速度的过程当中 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值得到何的领域 那是一些信实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罗杰逗笔的这个跨界 不仅仅是跨界 更重要的是在通过自己的 感谢每一次我们都能够永远不忘初心 记得我们的品牌理念就是勇潮非凡 不断的突破自我 那今天也感谢罗杰先生 特别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请您上市领悟 好那也请三位手持您的第一点招 看一下我们的摄影镜头 我们的摄影师 留下这一珍贵的瞬间 好慢有希望 请听到时 三 二 二 三 一 请解开 好 感谢大家 今天呢也很开心 与我们一同创下这悲凡的时刻 那从这一刻起呢 在歇爱CMV 罗杰逗笔将开启极要不凡的旅程 呈现无意论平的二秒座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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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